名列全美华裔市场中规模最大的商业银行 华美银行的控股公司 华美银行集团 最近宣布2016年第二季度的财报 再产夹击 不只盈利达到了1亿0330万美元 每股获利也有0.7亿美元 优于去年的同期 华美银行的董事长兼最高执行长吴建民表示 华美银行第二季度的盈利表现令人满意 不只在总贷款部分累积到243亿美元 再创新高 而且第二季度的总收益也比上亿季度高 达到2亿9780万美元 迎接2016年下半年 华美银行将继续专注于稳健发展跟获利的能力